公安如果如果照國民黨那一個講法 就是說認罪上去之後認罪 人生不會關太久 這個確實是有法律上面的基礎 為什麼 貪污治罪條例 他是這個榨取財務是七年以上 如果高宏安二審變成認罪 他當然沒辦法獲得緩刑 但是認罪三年半就是七年嘛 在高院在認罪還來得及啊 來得及減一半 他頂多說 你頂多就不要回到政治圈嘛 那你判七年再減一半變三年半 三年半然後兩年就可以 不到兩年就假釋了 一年八個月就可以假釋了 所以這個難贏的 所以才是他講的 不會在監獄待太久 對他未來人生規劃比較好 確實這個講法完全沒有錯 就是說在刑度上面 如果他採取的二審改成認罪 減一半之後進去三年半 不到兩年就出來了 還不錯耶 所以國民黨其實有幫他想 就是幫他去設想 反覆高鴻安兩年就出獄了 以前當兵的時候說什麼 不打情不打爛 專打不長眼 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白吧 今天呢 台北地檢署確定要上訴了 對不對 要把高鴻安來上訴了 高鴻安的部分 你講一大堆什麼低薪高報啊 虛報加班費啊 本質上都詐數啊 所以怎樣這樣 七年太短了我要上訴 我要在高院讓高鴻安判更重 這不意外 最有讓我意外是王毅文 王毅文就是公衛文水母 原本我們都預測他完蛋了 他溫習啊 結果呢 判緩刑 照理來說應該舒舒服服的 結果王毅文到處給我上節目含冤啊 對不對 哇 檢察官怎樣怎樣 檢察官 啊 他這隻臭罵的 結果檢察官直接說了 王毅文嘴秋 檢察官要針對王毅文上訴耶 其實基本上是不打情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如果你沒有想清楚的話 你不能平安退伍 所以呢 王毅文就是因為不長眼 檢察官王毅文致死未坦誠犯行 沒回憶 犯後態度與其他助理 顯不相同 還給我上節目 所以不宜宣告緩刑 所以他呢 為了466塊 對 因為他是講466嘛 對 緩刑嘛 結果呢 還上少刊帳其實臭罵檢察官 他到處出來講話 所以其實 檢察官會上訴 不意外 王毅文無回憶 不宜緩刑 所以就告訴你不要嘴秋 不要嘴秋 至於檢察官上訴的原因呢 我們先前講了嘛 他現在就是告訴你的事 因為他要用適用的法條 不同 才有機會讓整個高鴻安 罪責更高 所以他用的是低薪高報 虛報交渣會 詐數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個 公務人員的使用的公費 沒有用在他的職務上 所以檢察官是要另開戰場 而在戰場之下呢 後面呢 高鴻安可能在二審的時候 會更麻煩 可是這裡面呢 國民黨才是更害怕的 國民黨在逼宮了 上報的內幕 等高鴻安辭職成權大局 新竹台 國民黨新竹市黨部提前 你補審方案呢 他們在八月初的時候 由他們市黨部幹部會議 然後要分析請辭的可能性 然後為什麼呢 一審判決已經有罪之下 二審要翻盤或無罪 非常困難 這是語會的 黨務幹部直接嗆說高鴻安要翻盤 很困難耶 然後呢 小妹啊 我告訴你啊 早點辭職 認罪來爭取緩刑 頂多就是不要回到政治局 對你的人生規劃比較好 不會在監獄待太久 對你的人生規劃比較好 國民黨怎麼可以這麼無情 為什麼國民黨這樣 其實他們這個會議裡面 是很嚴肅的 是 很嚴格的 開始分析 讓他給他放出新聞 跟高鴻安講說 高鴻安辭職就認罪 你才不會在監獄待太久 對你的人生規劃比較好 趁你還在五十歲之前 你還可以有你的專業 你可能五十歲還走得出監獄 他四十歲啊 對 所以是這個情況 可是他們開這個會議裡面 其實他們真的急了 分析是目前選民的結構 對 政治的形勢 那他們怕的是什麼 你高鴻安這個情況之下 二審 一定會出事 那一定要出事之後 到時候就被直接指派 對 但是另外一個你拖在那邊 加上民眾黨這個狀況 潰散之後 對 國民黨目前認為是 政政前或李靜宇 還有機會的 對 你再拖 國民黨真的有提 要提李靜宇的感覺 因為這個獨家說 李靜宇跟鄭正前 最有可能出現 鄭正前是在那邊 經營很久了 那李靜宇旁邊還有一個人在 阿伯跟郭台銘 還有郭台銘 沒有他們現在應該把這個也砍掉了 所以還有機會 所以國民黨真的是極了 再拖下去 連新竹市國民黨也拿不到 電影律師 我發現檢察官真的很看欺貓 再講小兔主任黃慧文 還有陳煥與陳玉凱部分 他又說什麼呢 如果在審理過程中 仍舊事實 客觀事實坦承 他跟法官講 如果我上訴後 這些人還是很配合 還在針對客觀事實中坦承的話 此部分請求法院給他繼續緩息 可是對郭偉文就說 無悔意犯後態度與其餘助理 顯不相同不宜宣告緩息 會不會郭偉文就是因為他到處上節目 罵檢察官上訴之後反而要坐牢 定影律師 我要這樣講 其實檢察官上訴不是因為郭偉文去上節目 認為他不長眼 是因為法律規定的 法律規定為什麼 貪污之罪條例跟刑法規定 你要犯後態度良好 認罪你要像小兔主任他們這樣 才能緩刑 法官在這一庭裡面給他緩刑 他不符合法律 因為你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緩刑 是貪污之罪條例裡面 他說你偵查中自白犯罪 就像小兔他們 你可以先減一半 你到審判中 你犯後有回憶 我還是繼續認罪 再減一半 才能得到緩刑 但是那個郭偉文沒有啊 他從頭到尾都不認罪 犯後態度不加上節目 還在應變 所以這個當然是不符合緩刑的條件 這是法律上面不允許 所以他上訴這個 其實在法界裡面來看是 想當難耳 對 因為他其實第一個 他對於其他任罪組的 配合司法的這些小兔主任 很明顯落差 不公平嘛 你如果說大家都緩刑 那以後誰要配合司法 對 同樣的 而且法律上面明文規定說 他說這條理 你要自白犯罪才能減 對 他這個是七年以上有去徒刑 不能緩刑 在法律上是不能緩刑的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減刑 所以公衛文被提起上訴 其實這個案子 不是只有公衛文 是整包都提起上訴 對 北檢是提起上訴 他在裡面特別講到 這另外認罪組的三個助理 包括小兔主任啊 陳煥宇啊等等 陳毅凱 他們也是提起上訴 只是他說 因為他們在之前偵查中 就已經認罪了 對 在法院裡面也態度很好 如果到高院沒有翻供 因為有人到高院翻供 沒有翻供的話 人就客觀事實坦承 所以到高院去之後 如果他們還是表現這麼好 同意再給他們繼續緩刑 但是公衛文從頭到尾都沒認罪 不符合法律上面 可以緩刑的要件 所以公衛文上去 他還是認為 這不適合沒有緩刑 就是要進去關 對 坦白講就是這樣 那高鴻安呢 高鴻安如果 如果照國民黨那一個講法 就是說認罪 上去之後認罪 人生不會關太久 這個確實是有法律上面的基礎 為什麼 有嗎 貪污治罪條例 他是這個榨取財務是七年以上 如果高鴻安二審變成認罪 他當然沒辦法獲得緩刑 但是認罪三年半 就是七年嘛 在高院在認罪還來得及啊 來得及減一半 他頂多說 你頂多就不要回到政治圈嘛 那你判三年 七年再減一半變三年半 三年半 然後兩年就可以 不到兩年就假釋了 一年八個月就可以假釋了 所以這個難營的 所以才是他講的 不會在監獄待太久 對他未來人生規劃比較好 確實 這個講法完全沒有錯 就是說在刑度上面 如果他採取的二審改成認罪 減一半之後 進去三年半 不到兩年就出來了 還不錯耶 所以國民黨其實有幫他想 就是幫他去設想 算賦高宏安兩年就出獄了 他如果高宏安是排取 一樣不認罪 繼續罵 這個 為什麼北檢先生上訴 他其實有另外一個法律理由 是說 你看台北地院判十一萬而已啊 判十一萬說不乎所得 但是裡面有很多是 助理虛報的 上表的 台北地院的算法是說 他們這些都不算 助理虛報不是 這會導致一件事情 如果照這個標準 以後立法院所有委員 大家都虛報 大家都虛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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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